中国大陆的相关新闻来看到是11月北京举行了18大政权顺利交替 而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又通过了改革工作作风 不过就在当局大力疾呼革新之际 西藏自焚争取独立的问题依旧让他们是一朵针尖 光是11月份就有28个人自焚 北京始终说这是达赖喇嘛教唆自焚 但是西藏解放组织说 如果北京持续保持这样打压的快度 藏民的反抗行动只会越给越激烈 这是西藏官方电视台播出的景象 人民生活和谐安详 感谢政府德政大大改善他们的生活 而这是西藏解放组织偷偷拍摄释出的画面 争取独立的藏人不惜自焚抗议 在北京全力交接的11月就接连发生了28起自焚事件 而且自焚的年纪还越来越小 两遭报道天壤之别更讽刺的是 中共中央政治局才通过改革官僚体系 但处理西藏问题依旧是官方作法 北京当局坚称自焚都是西藏精神领袖 都达来喇嘛所煽动的 绝大部分的藏民都不支持 也不同情自焚 西藏民都要求 藏民都要预讨 提供乔袁的提示 准备患的奴族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中国通照 西藏流亡領袖洛桑森格呼籲國際支持 要求北京當局正式自焚抗疫的嚴重性 從2009年到現在估計已至少發生92起自焚抗疫事件 如果西藏成為官方電視台報導的和平開放 又怎麼會有這麼多人願意犧牲性命換取可能不會到來的自由民主 一邊是周佩軒林真心綜合報導